你書狀到時候做出來不管是勘驗,做勘驗筆錄 或者是只要有單位願意做 因為現在法院是供你們三個單位來做 那但是三個單位現在都不聽不就 所以今天我們才要開這個協調會 如果協調會今天有一個共識說 誰做出來就把勘驗筆錄放回去給 傳報給法院就結束啦 所以不需要再法官再做什麼 而且他是民事庭法官 他不是刑庭法官 他沒有那個強制力進來說要你做什麼 現在協調可以就能做 因為這個強制度是覺得什麼東西講 是誠意啦 就是一個誠意 我們那天有講的就是說 你們要是跟法院塑寫的是說 希望國安部提供槍跟子彈 然後你們來提供一個豬頭 然後由國安部這樣子試射 由法院在現場做拍攝公證 這種做法 你們只要陳情狀給我們 我們當天就可以回復你們的狀況 你們就把我們這個東西送到法院 法院是在喊你再回他一次就好 法院你前面的回是說不願意做 法院來人公喊 法院就不會是這樣子 還在練一次練嗎 我要再請請 請請 我們也不見到要接受請請請 因為你們來的公安並不是叫我們用豬頭來打 你們是這樣嗎 要 要不大家幫我再看一遍 我等一下就馬上文結法院 可是我要文結法院 說我們先把協調 今天的捷櫃我附在文上面我可以申請 所以我們第一天就講了你們的誠情事項告訴我們 你們尋求什麼 我正式公安就回覆你們 你就拿著文章 當天就可以 我沒有說要很多天 我們說當天就可以回覆人 所以禮拜一 我們禮拜一就能講說禮拜一你們公文 你們誠情書給我們 我們就當天就把公文給你們 當天就可以把公文 跟你們的誠情書就送到法院去 法院就知道你們要申請什麼 國王不已經答應你們什麼了 可是 我們已經去協調這麼多天了 你們整天書也不願意寫 為什麼我不想說用嘴巴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 用嘴巴講大家達不到共識 你們現在所講的 跟我們現在所說的不一樣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訴求 用文字寫出來 你剛剛講的 子彈槍你們都願意提供 子彈槍我們都願意提供 這個你們都願意同意 我們現在一個訴求 對 由國王不做 做什麼 對 我們現在就說你們要做什麼 現在去設計 對 每次都沒跟我們講說做什麼 國王不做 結果 高等法院來的時候 用人體打的結果是什麼 不用再解釋 對 他講得很清楚 白紙黑色 今天寫出來 我們上送件 我等一下馬上送 你們可以把書面告訴我們 我們看一下你們的書面 書面今天就可以簽 今天來寫的 有一個寫的書 這樣好啦 我王不當時叫他幾個 一手在法官面前要求 我們派人去 好不好 在測試的時候會派人去 他怎麼樣測試 這細節要請法官來決定 好不好 我剛才撿到這裏 這邊你們的凹 這邊你們的書面 我跟他講 他向他講 什麼 打的部分 就是這樣 你建議的設計 你建議的設計 你在神驗 我跟他一上法官面前 怎麼做 我跟他別論 我派任近期 我跟他派人 因為社群委員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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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委員會來 我還有一個派人 那當局要怎麼做 市長不好意思 你派人是來做鑑定的部分 還是連打的部分 我看我怎麼說 我怎麼做 我可以做 我會派人去 我會派人去 你看我怎麼做 當局我就派人來 好嗎 我告訴你 這樣才有一個部份 市長我剛才有一個部份 是不是這樣 市長你是不是 他可以一個我蔡媽媽 向你教材給我一點點 你認真書 待會兒給蔡媽媽 你待會兒我就是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告訴我我派人 我告訴你我派人 我告訴你我派人 這就是派人 這就是派人 後來 你記錄 後來我派人去 我派人去 怎麼說 怎麼說 我不知道去派人去 好嗎 他先說第二條電 第二條電 你有證 一條電 我派人去 派人去 派人去 後來是哪裡 沒有 看我要怎麼講 大家要協調 這我不專家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都給我派人去 我派人去 你們去祝福報告 我看時間在這裡 我派人去 現在你們處理 你現在我聽到 發醫生 我派人來 好 都給我派人 他要不要 細節都給我來講 好嗎 這樣 我告訴你 因為發官員 他說 都給我派人去 我怎麼處理 對 對 因為 這個 開槍是專業 不是像我們一般 只是單道打一個槍 說 那個子彈螺旋 那個測試那個 那你這樣講 又不做了 你怎麼說到 你怎麼說到 你怎麼說出來 現在是說 現在是說 現在 現在已經帶 後面進去 你運力拿子彈跟槍 我一先理不清楚是誰來開這一槍 剛剛市長有講 當法院指揮那一天的時候 他們會把法醫研究所 還有那個調查局員抓去 那如果法官指定在場的 不管是 他們那個法定的監視單位 或者是 縱然到最後是指定我們國防部 我們才有的依據 就由法院來指定 對 那這個可以聽得下去 我們 到場之後 法官要怎麼樣的指揮 法官 法官 對 這跟我們那天 要講的也是一樣 有法官來現場 跟這說了 你說 煮斷槍 到這三年的規矩 就換他 換他 換他 這個規矩 怎麼可以換他 因為 成立書 什麼書 不用成立書 我們就寫一寫 寫一寫 寫一寫 那就可以 我們地狀給法院 給法院 那我們就可以做了 就不會延遲時間 不然 到底蔡媽媽 要不要再決定 時間不能等待 然後這邊我另外 可能還要再補充一點 除了這個 這個 槍恩商的威力測試之外 是不是 還需要更 更細的這個 現場 重建的部分 細長 那個現場重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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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這些資料看起來 第一個 橫瑋恩 跟你們報告一下 他跟槍恩商 其實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支槍 從頭到尾 驗不到指紋 那個彈甲 裡面 他裡面有提到 是請一個 阿兵哥先把彈甲先卸下來 嘛 裡面也驗不到 阿兵哥的那個指紋 所以 是不是那一個槍 喔 這個彈甲槍管 通通驗不到指紋嘛 這支槍 所以這個現場重建是非常有必要 包括 那個 你到底 聽說那天是16個人 那16個人在什麼位置 然後 大家所見所聞 通通要再從現場再來重新還原 那 他的這個血液是怎麼噴的 那個 那個彈道 他是 是是是是怎麼打的 為什麼這 屋頂上沒有任何的彈口 等等這些疑點 因為如果說我們單獨現在先做豬頭測試 是看有沒有煙燻嘛 如果有煙燻其實在我個人覺得都已經可以 可以 可以論定 他當初絕對不是禁射 齁 因為 禁射這裡一定會煙燻 但是刺青怎麼擦都擦不掉的 齁 以這個豬 以這個豬來講 我要渾身嘛 那是必定是遠射 那遠射絕對不可能自殺嘛 這第一個 從豬頭就可以先論定這個 第二個部分才是有 這個從這邊出來 這個大 這個大腦會不會爆裂的問題 因為那個槍出來的彈口才1.2公分 那5 就1.2公分是比較大的 那6部槍是比較小 只是大概0.56多 所以 很有可能是現場還有四五手槍 是不是四五手槍所至喔 那 所以這個現場重建 是非常有必要 如果說已經能夠證明齁 我們從這個豬頭 可以煙燻這部分 能夠推理出來的話 其實就可以證明說 當初軍方做的這一個 這個結論是很有瑕疵 或是 是不對的 有人刻意去隱瞞的 齁 那如果需要找到第二部 請第三單位再來鑑定去打 因為我們用豬用腦用馬 那都不同意嗎 唯一就是人體 大體 那這個大體可能 這個就有困難了 這個可能要 要去過也去久都不見得有 那事實上它也是一個解決方法的 那些現場 要環境的現場 你說 你整個發生多久了 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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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說 他們在 這次招 用畢業先 畢業現場在招 這個要讓人 放在那裡 這個 我們是要求媒體 媒體全程去攝影 還有家屬人會來攝影 對對對 這應該 可以讓我們裁定 應該可以裁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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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要大時間 第一點到你們知道 不是 我們去看家屬 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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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